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趟我们跟着台湾志工队飞往全世界最大的犀牛杀戮场 拜访犀牛最后的庇护所 这一所犀牛孤儿院隐藏在树林里 没有地址 没有路标 访客需要到达指定地点 等候专人带路接驳 孤儿院收容的犀牛宝宝 他们的母亲都遭到屠杀 为了躲过盗猎者的追查 院内所有的犀牛都被去缴了 工作人员无奈地说 对抗邪恶势力 只能用邪恶手段 这一段路没有名称 没有标志 通过管制哨口 再来转乘接驳汉马车 颠颠勃勃 总算抵达隐藏在树林深处的 犀牛孤儿院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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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六点 至宫开始准备餐食 中文字幕提供 以后成功开始准备香港的犀牛 只要生日送 Martino 准备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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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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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good, I'm done, done OK, thank you, babe We're good now OK, thank you Thank you What is it? That's done, that's done, that's done Yes We just put the bottle in and let it go Yes, it's not going to be very strong, right? So, when you line up together, you have to figure them at the same time out of writing Yes You'll be upset Yes Now why do you have to leave very quickly in your house? Yes That's why we must feed them quick and leave quick Ah And they'll cry for more? Yes And they will get aggressive and hurt each other That's why it's very important to feed very quickly and leave quickly OK OK And close 這一隻小犀牛的名字叫做Mangu Mangu左眼的上方有一道非常清晰的刀疤 當時刀裂者正在追殺Mangu的母親 Mangu就跟在媽媽的旁邊 那時候她大概只有一個星期這麼大 她也連帶的被刀裂者的斧頭給砍傷了 其實在這顧院收容所的每一隻小犀牛 都親眼目睹了自己的母親 慘死在刀裂者刀下的悲劇 那你也可以注意到這些犀牛他們的腳都不見了 這是因為孤兒院為了防止未來這些小犀牛 在野放到森林的時候再度成為刀裂者的目標 所以每年都會為他們的腳整修個兩次 雖然說這樣的方法是違反自然的 但是孤兒院的創辦人說 這是必要的邪惡的手段 因為目前在南非每一天就有四隻犀牛 慘死在刀裂者的刀下 跟在母親身邊喝水的Mandju 左眼幾乎被刀裂者砍蝦 Lofo的背脊也遭斧頭砍碎 她流著血在森林狂奔好幾天 Lofo是非常酷 因為他被刀裂了 他被刀裂了 他被刀裂了 他們被刀裂了 他被刀裂了 他被刀裂了 他們被刀裂了 他被刀裂了 他被刀裂了 三間的腿裂 很酷 所以結果是出血流出的 而妈妈倒下之后 守着不肯离开的Winter 诱饵被土壤咬烂 左耳只剩下0.2公分 这些失去母亲受伤受怕的小犀牛 被发现之后就转交孤儿院照料 送往新家的犀牛宝宝 在适应新环境 新妈妈之前 眼睛 耳朵都会被蒙住 避免惊恐过度 伤到自己 新妈妈Petronell寸步不离 呵护这个从死神手中 抢过来的脆弱生命 这个勇敢美丽的女人 担任南非的保育警察超过20年 2011年她退下队长职务 买了一块地搭建犀牛孤儿院 地点隐秘的庇护所 目前收容超过25只犀牛 其中年纪最小的是七个月大的Zack 对这个 Brazil的天后 自然以后 封鱼 什么人 封鱼 是的,他的名字是ZAK 你好,Zakie 你好,ZAK 你好,ZAK 你以后来 是他的水 他在水 然后我们可以在里面 面前面 那里 有你会触她 你会触她吗 不 來觸摸它 可以嗎 對 每個地方 只要觸摸它每個地方你喜歡 來吧,Marino 你好,Zack 你好,Zacky,Zack 你好,Zacky,Zack 像一個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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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陌生的氣味讓他相當好奇 他會按摸你 你應該要按摸你 我喜歡你,但我不喜歡你 Marino,你不喜歡你 我們必須保證 我們必須保證 他想吃 Marino的褲子 攪過了客人的褲子 好奇寶寶站到角落邊觀察 Rano Sanctuary 提供幾件事 第一件事是我們要救動動物 那些褲子 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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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診服他們 然後我們照顧他們 然後我們診服他們 那些物質 是正確 所以我們可以解放他們 再讓他們 讓他們來盛牌 然後他們可以 OK Marino 你不用擔心 我只想說我愛你 我只想說我愛你 你看看 他們想把你放在你 你喜歡我嗎 你會不會生氣嗎 我會不會生氣嗎 我會不會生氣嗎 我會不會生氣 我會不會生氣 我想把那些物質的犀牛角 還沒長成 然而 他這一生 可能都無法知道 臉上長出尖尖的角 是什麼神氣的感覺 因為再過幾個月 獸醫將會為他去角 孤儿院里的每只犀牛 一岁以后就得定期去脚 领得许可证的合法去脚 南非政府官员和国家公园代表 必须在场监看 兽医为犀牛施打麻醉药和镇定剂 并且采集检体建立资料库 移除的时候从底部上方八公分锯断 避开神经血管 虽然前后不到15分钟的去脚过程 没有痛苦 没有伤口 但是有些犀牛对药物过敏 如果后续观察不够周全仔细 恐怕会有生命危险 很重要的状态 很重要的状态 我们不想做这些状态 但是它是很重要的状态 它是很重要的状态 我们没有任何状态 在核子上 没有任何状态 没有任何状态 有任何状态 没有任何状态 所有状态都会到 西亚国家公园 保障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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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任何状态 主動為犀牛蓄繳保命 而為了防止盜獵者入侵 院區四周佈滿電網 鋼哨和巡邏犬 守衛隊員也全是軍人退下來的 Petronel再三提醒 別讓守衛的臉被辨識出來 對於自身安危 空降特戰部隊出身的隊長倒不以為意 噢! 惊我們 alla死 我的嬰兒 惊我 抹過來 抹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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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快来 快来,快来 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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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他进来 我们不能近他 他很严重 而 来 会来 是一件大厉害 可以工作和他们 这只是一种孩子 他不问 什么是来的 他不问 他不问 他现在的事 这不是他的贏费 他想要跟他的妈妈 他想要跟他的妈妈 一群人的媽媽,不一群人的媽媽 我的媽媽,真是很重 所以,有時候你只希望你能成為那媽媽 但你也知道你也知道 它會更好讓他跟他媽媽 你也知道,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你也知道 他們是很重要的在這個生物 他們長短短的生物 讓你另一種種類型的種類型 可以去吃它 如果你那種類型的種類型 會有其他種類型的種類型 會有其他種類型的生物 會有其他種類型的生物 萬物本事相依共生 萬物本事相依共生 一个物种的消失 影响层面从来不是单一单相 或许未来 去角是逃离屠杀的唯一存活方式 犀牛的模样也将被重新形塑定义 如果真有这么一天 自诩为万物之灵的人类 不难堪羞残吗 成分和指甲毛发一样的犀牛脚 为什么会让人类失去人性呢 南非政府派出军队和特种部队 还是阻止不了神出鬼没的倒立者 而除了猎杀犀牛 南非现在还面临另一场灾难 干旱 去年9月有一件诉讼案的判决 引起全球关注 南非最大的犀牛养殖户 控告政府违宪 理由是环境部在没有全盘评估之前 就宣布禁止贩卖犀牛脚的命令 这场官司养殖户胜诉了 南非政府接连提出两次上诉 法院还是维持原判 目前整个案子已经进入最后上诉阶段 当然养殖户的企图心不止这样 终极目标是要连同国际贸易的禁令一起解除 因为他们认为禁令反而让盗猎走私的情况更严重 应该用合法降低非法 这样的主张完全颠覆了兵围动物保育的观念 而打开了买卖的大门 等同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 这场犀牛战争的最终结果充满变数 这是南非三十五年来最严重的旱灾了 草木衰亡 水源干涸 枯枝残叶实在不够分食 国家公园只能扑杀水牛 避免更多动物饥饿死亡 干旱 更大的浩劫是一个存在地球五千万年的古生物 正以灭种的速度 集体消失 近八年来 犀牛遭猎杀的数目飙升了百分之九千 二十世纪初 全球还有五十万只犀牛 百年后的今天只剩下两万九千多只 其中百分之八十的数量集中在南非 全世界最大的犀牛杀戮场 就在南非的克鲁格国家公园 最难堪的是十九世纪末划定的克鲁格 竟然是人类史上第一座为了保育野生动物 而设立的保护区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战地是台湾三分之二面积的国家公园 距离南非第一大城约翰尼斯堡 有六小时车程 坐落在普马兰加省的边境 东街莫三比克 北陵星巴威 普马兰加 安当地语言 昵指太阳升起的地方 而今暗黑的犀牛战争 正在写洗太阳升起的土地 全世界最大的野生形容群 就在南非的克鲁格国家公园 而全世界最严重的犀牛盗猎 也在克鲁格国家公园 虽然南非政府在这里部署了军队 那么最快在2026年 南非的白犀牛将面临灭绝的命运 盗猎者为了躲过薛罗警卫的耳目 几乎不开枪制造声响 而是用斧头砍断犀牛的脊椎 让他瘫痪在地 接着连根拔起犀牛脚 屠杀取角过程 犀牛意识清醒 眼睁睁看着 感觉着自己的脸面 脸皮带肉被挖开一个大洞 承受急行凌迟 犀牛通常还能存活一天 缓慢痛苦地失血而死 而疯狂挥舞的斧头 往往也会伤到 跟在母亲身边的小犀牛 看这里 看这里 这里的肌肉 基本上就像你现在 看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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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犀牛孤儿院的创办人 Petronell说 犀牛脚和人类的毛发指甲一样 是由角质蛋白组成 可以栽生 他真的无法理解 这个和角质甲一样成分的东西 竟能让人类丧失人性 里面 没有配置 这些荣物 是什么 是一种信息 但这不是正确 他们误正确 误正确 这是困難 那是困難 那是困難 为我们 一种人类 要是這麼瘋狂,這麼瘋狂的, 我們會把美麗剪掉, 只要有一個短一點的說話, 這是不是真正的。 所以是有很少的地方, 政府可以做嗎? 我可以跟政府說話, 我不知道, 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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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有一個政策, 我認為, 有一個政策, 必須有一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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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這個政策並不是我們的問題, 而是最後用者, 如果最後用者不需要鋪, 他們會不會有這些人, 在最後的線路上。 目前, 越南是全世界最大的犀牛角消費國, 其次是中國。 犀牛角磨成粉, 被奉為抗癌解毒的靈丹妙藥。 事實上, 早在1977年, 犀牛角就已經被禁止在國際間交易。 2009年, 南非政府更進一步下達國內買賣的禁令。 但是, 根據南非法律, 盜獵犀牛角的刑責, 是5年有期徒刑, 以及10萬元南非幣, 相當於4萬塊台幣的罰金。 這小小懲罰, 和每公斤6500塊美金起跳, 比純金毒品都要值錢的走私價格相比, 根本無關痛癢。 我聽到是更多的海淇諾前。 有多數目前, 因為現在他們現在抗接人。 現在越來越來越大, 但是我們仍然òn上… 但因為巴珍市場有的大量、 在沙商市場有更多欄, 所以所以很多人在被獲得。 我聽到有些兵力渾馬在這庁場所捧到。 是аю 是 是 是 有 we have 是 we have police police 是 and helicopter helicopter yes 但是 there are more police more soldiers 但是 他們仍在 還來 我们从来 没有 知 为什么 how they overcome this 但是 they do 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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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它会有些人来说 有些人来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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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任Safari驾驶超过十年的VUSI透露 国家公园的国界形同虚设 再者 道列集团是庞大又绵密的国际犯罪组织 单靠南非的执法人员实在难以应对 干旱无情倒也没灭了所有生机 真正赶尽杀绝的是道列 为了留下活口 上百只犀牛已经悄悄地被迁出国家公园 以往安全地带生活繁衍 但是只要市场还有需求 逃又能逃得了多久呢 90年代台湾也曾经是犀牛角非法交易的主要国家 如今台湾已经站在保卫犀牛的最前线 这样的转变赢得国际社会的肯定 而志工们前往犀牛庇护所 要怎么照顾这群矢量大又好动的犀牛宝宝呢 目前全球仅存的两万多头犀牛当中 以白犀牛占了绝大多数 白犀牛的肤色并不是纯白色的 所谓的white白 其实是指wide宽 因为白犀牛的嘴型就是宽宽方方的 从最开始语言上的误传 到后来讲习惯了 也就引用下来 白犀牛的怀孕期长达18个月 平均三年才会再生下一台 繁殖速度相当缓慢 但是台湾的野生动物园 每一年都有新生命诞生 域外富裕的成果让世界光目相看 动物园的志工队 还会定期到南非的犀牛孤儿院帮忙 这群失去妈妈照顾的小犀牛 有的受伤 有的残缺 有的紧张到胃溃疡拉肚子 有的食量大到怎么吃都吃不饱 庞大的照顾费用 如果没有依靠志工和善款 这个犀牛最后的庇护所 实在很难支撑下去 小犀牛每天得喝10公斤的奶粉 一直到18个月断奶为止 再加上12公斤的牧草 还有牧素芽 营养补充品 成天吃不勤 食量惊人 此外犀牛天性容易焦虑紧张 拉肚子的 胃溃疡的 都需要特别调理 收容20多个犀牛宝宝 负担确实不小 人能省的 像是限水限电 使用太阳能等等都尽量省了 但是距离犀牛6岁以后 野放森林的终极目标 还有一大段路要走 另外一万福特的电网 助手警卫都是全天候二四小时 林林总总的开销 如果没有志工和捐款的支持 到犀牛孤儿院当志工 除了付出心力 体力 还有财力 院区内来自世界各国的犀牛守护者 都是自己出钱 远到这个不存在地图的秘密基地 帮忙喂奶 打水 清扫 还有制作玩具 名字母 将写 将写 做10% 而且这样已经死了 几分之一 应该还好 扫 摄 摄 丰 师妹 将写 摄 扫 摄 到50% 刀 摄 由于机会 还好拿到大部门 膜 摄 摄 干净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利用就地取材的方式 制作一些玩具 让这些动物的行为可以更丰富化 因为比方说他们现存 现在环境里头的一些玩具 都是比较没有办法移动的 那它玩的时候没有乐趣 没有feedback 它就没有办法有更多丰富的行为 台湾的志工队当中 陈毅彪在木榨动物园任职超过20年 从大象凌望 到猫熊团团圆圆 都是它亲手照料 此行飞往距离台北 一万两千公里外的南飞 分享照样兵围动物的经验 猫熊的话其实到现在已经变成异围了 就是已经升了降了一级了 基本上它受的保护已经很足够 资源也拿到很足够 所以是希望就是说 如果有部分资源能够到其他动物上 那是最好 身高185公分 被称为长颈鹿姐姐的受医师钟佳恒 带来医疗技术 动画师罗又忠把所见所闻 透过画笔描绘下来 还有获得国家地理杂志摄影奖肯定的周兆志 用镜头倒出犀牛 濒临灭绝的哀伤 领军志工队伍的庄丰如 去年才为孤儿院添了一座犀牛厨房 他的祖父庄福在八零年代 就开办台湾第一座野生动物园 创源初期的八只白犀牛 都是从南非运来台湾的 三十多年来 在动物园诞生的白犀牛 多达四十亿只 特别是这几年 每一年都有新生命 域外富裕的成果 堪称亚洲之罪 九月份加入的新成员花生糖 圆嘟嘟的好吃好睡 白犀牛的怀孕期长达十六到十八个月 宝宝出生以后 犀牛妈妈会把孩子带在身边 照顾至少两年 这两年的时间也不会再怀下一胎 繁殖的速度相当缓慢 白犀牛的肤色不是纯白色 所谓的white 原来是指white 宽 因为白犀牛的嘴型宽宽方方 最开始源自语言的误会 后来也就沿用下来 而为了和白犀牛的品种做出区隔 不是黑色的黑犀牛也取名为黑 黑犀牛体型较小 嘴巴较尖 数量又更少了 我们是很感慨看到原来野生的犀牛 其实反而在他自己的这个棋息地 没有办法这么的开心的生活 反而是还要受到这个盗猎者的这个威胁 所以其实我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 这样子的现况的环境感到忧心 那我们也希望能够做一点贡献 我们在台湾有朋友意义很多 而且说我可以知道 每天我们去那里 我们可以说我们在台湾有很多人 他们在看蜗猎人 他们特别的 南半球的雨季今年迟了 11月初下 总算盼到第一场雨 我们很开心 因为我们的猪和猪 都要在水上 我们在冬天的冬天 所以我们需要这个 我们不能在一起 这个猪和猪 会不会被捞到 孤儿院创办人Petronell 拿着铲子 冲进蓝社 疏通勾局 我开心 我开心 是什么都没问题吗 你只是看一看 它是黏的 你只開啟它 所以水可以吸收 驟雨洗過的天空 黃昏是暖金色的 很適合散步 披富盔甲的龐大身躯 曾經是陸地上 出現過最大的哺乳動物 走過冰河時期的滅絕 走過史前時代的混沌 走過人類文明的輝煌 怎想到 在這一世紀 竟有可能走不出去 定格在地球的記憶 2015年美國科學家發布警訊 地球正進入第六次生物大滅絕 唯一的兇手是人類 2016年南非環境部悲觀預測 十年之內野生犀牛很有可能全部消失 唯一的兇手還是人類 為了它念思域 滅絕了犀牛大象老虎 終結了生物的多樣性 最後的苦果將是人類自身的毀滅 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 令我真的都握有力量 改變物種滅絕的困境 感謝您收看 我是白星儀 我們下次再見 我沒有吃過 是他現在開心嗎 他在身上 他在身上 請注意你更近 他在身上 他在身上 因為你不在身上 你會疼 他會疼 給我手 給我手 這一個 往前 你不需要吃 冰糖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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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身上 碰到 他在身上 碰到 碰到 可 是 把